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嘿 我的消息还会有假 不过 你看看对面坐着的 那可是刘云成副甲一方的林家公子 你抢得过他 敢和我抢东西的人还没出事 诸位久等了 宝物拍卖马上开始 逢街高级功法 翻山绝 船自五行圣地 起拍价三十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一万金币 三十五万 我出三十八万 五 四十万 三百万金币 一群叫八子各着讨饭 居然一点点讨价还价 居然一出手就翻了十倍 还让不让人活了 就是就是 三百万 请问还有客观要交价吗 这 谁能跟林家比啊 我 三千万 什么 应该 没人要加价了吧 三千万 直接翻了一百倍 几乎都买下一座流云城了呀 这是直接把林少爷炒饭的碗都给砸了 哪儿来的臭小子 居然敢在本少爷眼皮底下抢东西 若没有人要加价 就由这位出价三千万的公子中标 少爷 切莫成一时一气 咱们今天来的目的 本少爷自然知道 不用你多嘴 成交 哎 散了散了 只有穷人受伤的世界达成了 哇 真没意思 诸位请留步 诸位请看 这才是今天的压咒宝物 登天令 起拍价两百万金币 每次加价不得少于十万金币 登天令 居然是成熟的登天令 少主啊 这是新儿姑娘梦寐以求的东西 咱们若想和成主府接亲 必须搞到手啊 兄弟 啊 登天令是什么 呃 你在逗我吗 凡人想进圣地修行 比登天还难 去年纪在二十岁以下 资质达标 修为达标 且通过入门考核 这登天令 是圣地长老流利世俗时 因缘赐下 可以免去以上种种条件 直接进入圣地修行 哇 那照你所说 相当于这个世界的免考通行证了 哼 刚刚一下就挥霍三千万金 这会儿居然连登天令都不知道 看来是个一夜暴富的香巴老 来万宝楼商会找存在感来了 刚刚本少爷大发善心 才让你成了一次威武 这登天令 亦是我的囊中之物 五千亿金 什么 我说 一亿金 怎么 今天来拍卖的人 偷视耳背 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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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飞鱼可不要放过 哇 掌棍 好歹象征性走完过场啊 公子 请问怎么结账 我们万宝楼该不接受 欠条和分批付款哦 这么多的钱财可不是小数吗 来劳烦掌棍给我一件雅筋 我花点时间准备一下 好 这边请 跟上 取摸摸底细 是 公子 你慢慢来 我们的人随时在外等候 哼 碍事的人终于走了 那么接下来 该好好进货了 如你所见 凡一凡 现在拥有穿越凉际的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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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做饭时 不小心割破手指 哈哈哈哈 学生的第一档金 就赚了八位数 是靠一颗 大白菜 通过一个月的来回穿梭实验 我才逐渐搞明白 这片大陆的设议 这旺谷大陆 分为东川 南荒 西海 北园和中州 五个主要区域 另有万谷魔坑 仙墓 灵须洞天 等禁地独立存在 南荒和西海 乃妖族地盘 魔族盘居在万谷魔坑 东川 中州和北园被人族占了 人妖魔三族鼎立 百年来大小纷争不断 如今只是维持着表面的平静 而人族之中 除了普通百姓外 武者大行其道 根据武者修为境界 以及能否灵力化形的不同 分肉身秘境 以及神通秘境两大境界 肉身七重 由低阶到高阶 分为脆体境 断股境 内壮境 翻血境 洗髓境 开窍境 子斧境 神通十重则是 灵力境 灵刚境 灵海境 天人境 皈依境 金丹境 法相境 猎神境 游虚境 渡劫境 除此之外 古界的极致 也是在不断的琢磨中才有了眉目 首先 必须是动植物才能穿梭大了 其他东西 一概不具备穿梭条件 纸和笔都没有办法带过来 带的东西也有严格的重量限制 平均下来 200克是极限 相反 若是将大陆的东西带回地球 则会变成垃圾 好臭 这花子变成这种恶心的玩意儿啊 幸好 普界还自带换装的功能 省去了我不少麻烦 刚刚在万宝楼里 只顾着体会司征的快乐 忘了家里只剩下几个大块头了 得想办法多换一些才行 小子 掌柜 这小子在房间都待了一天了 怎么还不出来 不急 再等等 我看白衣凡那小子 穿得那么普通 不像是有钱人的样子 该不会趁机逃了吧 是啊 平白无故冒出来也太可疑了 以前江湖上都没听说过这号人物 不等了 进去 纳兰掌柜 还没过年呢 可不行行大礼啊 不知道白公子 金币都准备得如何了 赶占老娘的便宜 今天要是见不到钱 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金币嘛 准备起来确实有些麻烦 张贵的 别和他废话了 这小子可是耍我们呢 上 有你们 不顾 这个呢 我想你们应该会感兴趣 这 这是龙尾草 传说中 对于外伤病治疗有奇效 无伤者不知 亦可以延年益寿 有价无事的灵草 这个价值多少 做事不够 还有这些 智商旗下的龙尾草 鼻子服用能容颜永住的蓝梨花 千金难求的无根枝 这些都是世界真宝啊 一见也就算了 它居然有一筐 这一筐 起码价值两亿斤 这其实是小区里捡的 狗尾巴草和烂树叶 大爷 我帮你啊 这年头 像你这么热心的小伙子 不多了 公子 大别商量 这些礼物 我们万宝楼都买了如何 你曾相护这么多年 头一次有这奇遇 可不能放过这条飞扬 我记得 一颗龙尾草价值四千万金币 若你想照单全收 轮到你欠我钱了吧 我们这儿还有商库 公子看上什么 尽管挑 那我就不客气了 大蓝正规 这些东西我拿走了 你欠我的钱先记账上啊 欢迎再来啊 掌柜的 他拿的可是我们万宝楼 所有要向底的宝贝啊 你不懂 这叫长远投资 能拿出这么多天才地宝 反而当成垃圾一样对待的人 能是什么泛泛之辈 小崽子 把功法和登天里都交出来 以为我今天就放你一条生路 就凭你们这些废物也想抓我 再找个几百年吧 死吧 盾地术 走 人呐 幸好 穿梭刺手还没用完 不愧是玄幻世界 杀人越货这般情节 居然这么明目张胆 古戒 一天只能来回各穿越一次 看来还是欠缺考虑 想拍卖回大死张扬的同时 没有错一容 估计后面会麻烦不断 看来得快点学会功法才能自保了 其实之前并不是不想修炼 只是通古大陆的功法 晦涩难懂 根本无从下手 完全看不懂 等等 这是 功法居然变得好简单 原来如此 看来 如果将那边世界的功法带回 学起来 就不费吹灰之力了 这绝世高手 我当定了 成功 最近这半月来 我按照班山学勤家修炼 同时 通过地球上带回来的食物 调补身体 净化神作 也许是因为从地球来的原因 我的身体 在通古大陆也发生了净化 刚刚的那一拳 粗足有两千金碧铃 不仅如此 我的内脏也强化了 也就是说 如今看起来 我的身体虽然只有脆体精入门 但实力 足以媲美内壮精的舞者 这样 算是初步踏进了舞者的世界 但是我的脸 过早地曝光在了拍卖会上 后面必然会有更多基于我的人 必须要加倍努力才行 救 救命啊 不 快开 狼群 正好拿你们这群畜生练练手砍 解决了 哦 受exas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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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 刑 刑 地板哥哥 你真的太厉害了 忒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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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忒忒 有了这些木材 咱们穆家村新建的房子 就都要着落了 没事 这不算什么 小兄弟 我叫穆铁 是穆家村村长的儿子 今天 多亏你救了我女儿若若 和村里的人 我们欠你一份恩情 你虽然武艺高超 但这山里还是太过危险 不如和我们回穆家村吧 那里安全些 那天碰巧解决狼群后 便受到素不相识 村民们的热情邀请 哥哥说得没错 你既然没有地方落脚 就去我们穆家村做客 你想住多久 就住多久 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正好 我已缺个僻静的地方 修炼班山绝 便顺势答应我下来 这几日 我也从脆体性 突破至断骨径巅峰 但最近 似乎实力增长了速度 没有之前快了 想来是修炼 遇到了瓶颈 内壮颈 顾名思义 便是要修炼五脏六腹 使内脏变得强大 哪怕吞下去一块石头 都能消化 班山绝上说 使用高级腰兽的内脏 对突破内壮颈颈 不有帮助 那等回到地球 买些内脏来补补 若若 准备好了 可以出发去集市了 一凡兄弟 闲着也是闲着 不如和我们 一道去集市看看 集市 狼皮 上好的狼皮 瞧一瞧 看一看嘞 野猪羊 又粗又长的野猪羊 放在家里可以镇宅避邪 拿好 这是您的兽皮 多谢 多亏了白兄弟啊 上好的狼皮 全都卖出去了 木铁叔 你客气了 既然都卖完了 一凡哥哥 你带我出去玩吧 我想去那边 买糖葫芦吃 等木铁叔收拾完 一起去吧 你们去吧 小心点 早点回来 知道了 一凡哥哥 我们快走吧 木铁大哥 你就如此放心 把女儿交给一个 才认识不到几天的男人吗 一凡哥哥对热热真好 赶紧回去吧 不然你爹该着急了 别打了 求您高抬贵手 等等 那是阿爹的方向 上下 哪来的刁民 真是不长眼的东西 阿爹 阿爹 住手 你们凭什么打我爹 若若 别过来 哪来的野丫头 找死 我的腿 一个脆体后气的男人 对毫无武力的十三岁小姑娘 出手这么狠 你是不是人 你算哪根头啊 应该来教训老子啊 给我拿下他 是 现在 我能教训你了吗 不敢了 不敢了 大爷让命 这么年轻就达到断骨精了 为什么当街打人 好好回答 好好回答 否则下一拳 可就要落到你脑袋上 小语啊 住手 他们是城中府的人 他们惹不起啊 铁叔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铁叔 你的腿没事吧 还是让我来回答你吧 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冲撞我家小姐的坐驾 活该被马踩断了腿 居然还想找我家小姐理论 谁有几颗脑袋 你放屁 明明是他们的马车时空撞了严叔 我们不过是上前问了两句 他们便直接动手打人 牟利 别说了 这件事 是我们不对 铁叔 大小姐 这件事是我们的错 还请大小姐 看在我弟弟已经断了腿的份上 饶了我们这些刁民一次 阿爹 城主府的大小姐吗 此古民不与官兜 怪不得铁叔不想招着 既然错了 那便为你们的错付出代价吧 周恒 去把他们的腿都给我砍断 以敬效忧 你 这位城主府的大小姐 竟如此歹毒 毕竟你们失去的 不过就是一双腿 而本小姐失去的 可是游击的好心情啊 周恒 动手 遵命 大小姐 一群乡野刁民 简直脏了我家小姐的眼睛 去死 滚 是什么 你没事吧 没 没事 雨哥哥 哪里来的靠小子 敢跟本小姐作对 你现在一起去找我的宝剑击碎了 该死了 太强了 没见识的箱把佬 这盔甲可是城主大人赏赐给我的 刀枪不入 任凭你再厉害都无法借 你没事吧 开了眼了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城主府的统领区别呢 小声点 当心被打 滚开 我定要亲手宰了这小子 武师拳 这是什么 果然是香野刁民 你居然连武器都不知道 爷爷我可是斑血竟出气 戏血外放难道还拿不下你一个断骨镜的小子不成 如果比我高两个箭子还就这条水平 你实在是 你给我报 他 他连武器都不会 为什么会这么强 宇哥哥你没事吧 叔叔 放心吧 我没事 看来我来自地球的肉体 在这个世界 也是神体一般的存在 我的实力 早就超出这个境界数倍 没用的东西 来人 去城主府调兵 把这群暴民抓起来 统统的关进地牢 是 大小姐 糟了 若是官兵来了 我们全村人都没有好果子吃 那城主府的地牢 听说进去的人 压根没有一个能完成的走出来 蓝大小姐 真是好大的官威啊 当街马踏平民 草菅人命 滥用官权 这燕国难道已经一主 改成你们蓝家人了不成 是什么 那蓝掌柜 那蓝掌柜 你这话什么意思 蓝大小姐当街马踏平民 乃我亲眼所见 难不成还想抵蓝 白公子 我们又见面了 那蓝掌柜不必多礼 一凡哥哥 你们认识 刚刚听人说 这个漂亮的大姐姐 是万宝楼的掌柜 那可是流云城最大的商楼 一凡哥哥 怎么会认识这样的大人物 真是没想到啊 堂堂那蓝掌柜 居然会认识一帮刁民 真是开了眼了 民乃国之本 蓝大小姐身为流云城大小姐 却早日称呼百姓为刁民贱民 不知道此话传到王城中去 会不会引起非议 那蓝柔 你这是在威胁笨小姐 威胁谈不上 但若是今天你想带走他们 须得顾我们万宝楼这一关 万宝楼乃我燕国第一商会 比你强大 高手如云 若是某人得罪 只怕后患无穷 既然那蓝掌柜 肯为这一帮雕 百姓求情 那本小姐就破例放他们一次 我们走 是 太好了 今天还得多谢纳兰掌柜了 举手治疗罢了 来人 李穆家村的兄弟们到客房查看伤事 是 各位 请随我来 劳烦姑娘 一凡哥哥 嗯 这个有钱的漂亮大姐姐 为什么会救我呢 你和她是什么关系啊 嗯 这个嘛 呃 严格来说 他欠我钱 啊 他欠你钱 恭喜白公子突破断骨镜 公子这个年纪就到了断骨镜 刘云成的历史上怕是还没出现过 别说了 今天要是没有你解围 我恐怕还没法同事带走那么多人 不过 劳家倒是好奇 您既然能随手拿出那么多龙尾草 又怎么会藏身乡野 和一群村民混在一起 那男掌柜 送你一句话 该知道的自然会让你知道 这不该知道的 少打听 是 啊 说到龙尾草 我想想 那男掌柜 上次你好像还欠我三百一十万斤吧 也不知道凑齐了没有 这 还差一些 不过 我们最近新到了一批货 白公子要不要看看 有看上的 直接拿走便是 嗯 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记得方船和那城主府的侍卫统领交手 他施展的拳击武器 魂施拳 有武器吗 这边是万宝楼新到的所有武器 白公子可任意挑选 穿衫 黄街低级武器 这是一门执法 练出小城能够贯穿山石 过 这是黑鲨掌 黄街中级武器 子掌是从南荒传过来的 修炼时需用到南荒特产的黑鲨 麻烦 过 这武器 这武器名穿花手 以硬柔快力铸成 太娘啊 过 那么 又只剩下最后一步了 这部影拳 是我们这里最贵的一部武器 黄街底级 黄街顶级 这才像话 这黄街顶级的武器想要入门 就算是天才 也要两三个月不练 一凡哥哥 你终于出来了 柱柔 你怎么出来了 不是让你在客房休息吗 嗯 我担心你 就出来看看 羽公子和弱弱妹妹的感情真好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是亲兄妹呢 简直是小跟皮虫一哥 对了 柱柔 这个你拿去穿吧 啊 这是 送给我的 是啊 柱柔妹妹 这是白公子特意给你的 哎 这衣服挺漂亮 也一并包起来吧 公子好眼光 这件火袖流仙裙 乃是上好的岩蚕丝制成 不仅精美美观 还能温养亲麦 暖宫义音 送给女孩子 再合适不过了 谢谢一凡哥哥 不客气 乃一帆大哥 纳兰掌柜 严淑他 你们还是快去看看吧 蔡大夫 情况怎么样 病人下半身经脉巨端 这双腿怕是保不住了 想再行走怕是不能了 阿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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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大夫 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能保住命 已经是万幸了 怎么会 岩叔 岩叔 除非是传说中的大能出手 亦或是神药现世才有一线生机 可这世间哪有什么大能 又上哪儿找那么多神药啊 或许还真有 真的吗 终于到点了 今天这个破班就上到这儿了 等等 天都黑了 一帆哥哥怎么还不回来 我回来了 蔡大夫 你看这些药材勉强能用吗 这 这是 碧血麒麟花 地藏百虫草王 引领七星夜 这些可都是世间万金难求的灵药啊 不勉强不勉强 保证药到病除 活了那么久 还是头次看到那么多灵药同时出现 嗯 那便好 啊 一帆哥哥 你的手怎么了 这个嘛 红花三七马前子 还有什么能治疗腿伤的 我都要买 喂 我这可不是 啊 可不是赶硬门啊 也是情急 回到现在还以为身体依旧是断骨镜 二叔 都说了让你多休息 你怎么又下地了 我自己的身体 我自己清楚 现在我这腿跟石头一样坚固 你就别瞎担心了 啊 对了 你的伊凡哥哥呢 他打猎去了 说是病人要多补充营养 还神秘兮兮的不让我们跟去 这影拳 的确有点意思 终于结束了 那蓝柔曾说过 黄街顶级的武器晦色难懂 想要入门 即便是天才 也要经过三个月苦练 但经过地球的简化 这复杂的秘籍 早变成傻瓜似的讲解 他要是知道 我如今已经隐权圆满 还突破到内撞进后期 估计能惊掉下巴 不过 为了突破内撞 已经狂吃了好几天动物内脏 那味道 可真是必胜难忘 伊凡哥哥 今天也是你最爱的 猪肝鸡脸鸭肠腰花蛇胆汤 暂时弄些野味 给严淑补补补就回去吧 对了 再摘点野果子 叔叔那丫头最喜欢 谁 先来了 就别躲躲藏藏呢 出来吧 小子 竟然被你给察觉了 那就别怪我们等下不给你留个全尸了 是城主府的蓝大小姐派你们来的 这你别管 总之有人出高架买你的命 杀 杀了 一个内撞出气 两个内撞出气 还有三个断骨镜巅峰 刹满下 不过下血本 不过算算时间 叔叔也快着急了 就不陪你玩了吧 武剑 武剑 你居然会武剑 情报上明明说 你不过在断骨镜 不会任何物剑 咱就是说 有没有一种可能 情报有误 他刚刚出现领导 完全可以镇碎我们的内脏和骨头 却故意没下杀手 竟然能精准控制力量至此吗 说 雇主是谁 说了就给你个痛快 去道上打听打听 我们暗杀门 可是流云城内 最大的杀手组织 我们死都不会 出卖雇主的消息 干脆掉地杀了我们吧 没想到 居然是条铁骨铮铮的硬汉 那我也不难为你们 暗杀门是吧 我花双倍的钱 买雇主的命 这生意干不干 暗杀门可都是专业的杀手 绝对不会被收买 是吗 这 除非开的价钱实在拒绝不了 如何 大人放心 暗杀门保证 白云城内不会再有杀手 赶做您的生意 至于雇主 请宽佑我们时间 任务成功再向您赴命 嗯 去吧 无论你是什么来的 想杀我 那便先尝尝黑吃黑吧 不过 还是得想办法再买几个5G才行 起码也要突破斑血镜 在任务城才能横行霸道啊 纳兰柔那个小技战 居然为了几个香野雕名与本小姐结巢 是真当我长卓府不敢动开万宝楼吗 嘿嘿嘿 我们心而识的大铁 自然不和那刺甘堕落的纳兰柔计较 小心别气坏了身子 看 这是珍宝队最新款的金簪不遥 我命人排了好久才去到的 戴上就别生气了 这还差不多 等等 那是 怎么会是他 林云凯 你这个废物 不是说好要替本小姐杀掉那个刁民吗 他怎么还活蹦乱蹭地出现在这里 什么 我可是花了大价钱专门过的专业杀手 不可能失手啊 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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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根本就指望不上 让本小姐亲自来收拾他 星儿 别走那么快 等等我 武器 公子前阵子不是采买了一部黄街顶级武器吗 怎么又急着要新的武器 这个你就别管了 毕竟我现在除了钱外 一无所有 好 不过也巧 保楼昨日才进了一批新货 正要上拍卖会 这本黄街高级的飘续簿是申法武器 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那蓝掌柜 事后若再有高级武器 不用上拍卖会 我全要 呀 一个乡下来的穷鬼 在这儿口出什么狂言呢 那蓝掌柜 这个人今天看中的东西 本小姐全要了 无论它出多少 本小姐愿出三倍的价格 卖它不痛快 不好意思 蓝大小姐 万宝楼自打开门做生意 规矩向来都是 价高者的 什么 难道这个刁民出价还会比本小姐高 开什么玩笑 她要是付得起 本小姐今天就当中 从万宝楼爬出去 此话当真 本小姐一言计出 四马难追 在场这么多人都可以作证 不过 若你付不起 就给我跪下 天本小姐的鞋 既然如此 纳兰掌柜就 启唱吧 好的 公子 我突然期待想看一出好戏了 等等 那不是万宝楼最尊贵的祥云令吗 祥云令 那是什么 很厉害吗 祥云令 是万宝楼给特殊顾客专设的令牌 代表着地位的至高无上 若是其他商会里有看入眼的宝楼 使有者便可发动祥云令 不参与竞牌 直接收入能中 最重要的 祥云令可以在万宝楼无限制社长 刘云城两千段人 能拿到此窝的一只手都数得过来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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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年轻人是什么来头 万宝楼竟然如此高看他 嗯 事实上 几日前在万宝楼治疗完木炎书时 陈公子 刚刚那些吱声的药材 拜托你也好心卖一味给我们吧 纳兰掌柜 要不要我提醒 你可还欠着我钱呢 这祥云里 能有万宝楼最尊费的信物 我以此物来换取其中一味药材 可否 祥云令 祥云令 有什么作用 你且先说来听听 怎么可能 你 你怎么会有祥云令 死物离我跌倒 刚刚蓝大小姐 是要出三倍价格是吧 我可以出三十倍 三百倍 三千倍 蓝大小姐 若拿不出更高的价格 你可以开始爬吗 我 你有看见我家仙儿吗 那是谁 就是美热天仙 魅力满满 漂亮还气质独特的 咱们城主府大小姐 城主府大小姐 漂不漂亮我不知道 气质确实是挺独特的 不愧是大小姐 一言计出四马难追啊 大小姐再快点 不要你贴黑了 心儿 可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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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什么时候 受过这种欺辱 蓝大小姐 若你认为我白伊凡 是让人捏扁 搓圆的软柿子 那你的算盘就倒走我了 我白伊凡不惹事 但也不怕是 若你再敢犯我 有 好了 戏看得很过瘾 再见了 给本少爷闪开 心儿 你没事吧 凌云凯 我改主意了 我又让他 生不如死 他就是白伊凡 不然呢 你知不知道这个浇明方才是怎么羞辱我 你要是做不到 咱们的婚事就算了 等等 杏儿 他 他就是一个月前 抢走半山绝和登天令的那个神秘人 你说什么 我执你一心想进入圣地修行 才想着拍下登山令讨你欢喜 没想到 却被他半途截狐 我也曾派人去跟踪他 却被他使迹逃了 自此下落全无 机灵少爷 那人身法鬼诀 属下扮什么力 被他逃了 他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不行 我得赶紧地把这件事情告诉爹爹 还是自己的床睡得舒服啊 昨天才新买的飘续布 共有一百零八种变化 原本的确十分复杂 但经地球法刺简化后 才一夜 已经全然掌握 以引权之力度 再加上飘续布的迅速 如今就算碰到搬血镜顶峰无掌 我也能斗上一斗 好了 在下楼去采购一些修炼资源 便回去吧 一帆 你在家 为什么微信不回消息 刚刚敲门也不开 郭 郭姐 抱歉 刚刚我在卧室睡觉 实在没听见 糟了 我们这修炼 居然忘了今天得交房租了 别以为糊弄过去就行了 说好的月底结清房租 钱呢 我错了 钱 这些我先给你 我还要留两百生活费 下个月 我一定补钱 我说一凡 你怎么回事 就是去端盘子 一个月也能挣三四千 你这么壮实的小伙子 怎么连房租都付不起了 这个嘛 白天在异世界忙着修裂 只有晚上才回来赚点钱 自然挣不了多少 拿着吧 两百块在航程 你要怎么回啊 先拿着吧 下个月要补齐啊 谢谢郭姐 你有一个订单 还有十分钟中时 在一起吃喝不愁 灰烬如土 一回到地球就被打回原形了 要不试试富贵险中求 喂 爸 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 你等我 我马上等 赵氏司机抓到了 酒驾 没有保险 现在连房子都抵押给了银行 亲戚朋友也全见了个遍 可后续治疗费还差三十万 也不能保证他能醒过来 小凡 是爸妈对不起你啊 爸 别这么说 咱们是一家人 生日 我来想办法 小凡 真是马上转跳起初 恶运转跳苦命人 放开我 别让他跑了 快抓住他 放开 不想挨打的话 老老实实跟我们走 要不然有你好看 别乱动 住手 一群人渣 在这欺负一个女孩子 我的腿 兄弟们 给我上 是 丫头 这女人身边的保镖 不是都已经解决了吗 怎么又来一个 去死吧 很好 跟之前的预想一样 我在一阶的修炼等级 虽然没有彻底的对等转换过来 但通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这副身体 早已经形成了肌肉记忆 无论是哪个节度 还是抗击大能力 对比之前 都大有所生 太厉害了 既然在不到三分钟内 陆续期待我们七个训练有素的兄弟 这是什么恐怖的战斗武力值 结束了 什么时候 不行 和这个人对战 完全就是一卵几石 毫无生酸可能 是 喂 你应该没受什么伤 虽然不知道 为什么这些人盯上你 但还是快点回家吧 等等 那个 谢谢你 不过 你能送我回家吗 我 抱歉 我还有外卖要送 超时要扣钱的 害怕的话 我可以现在替你报警 等警察来了 送我回去 给你一百万 还上个球的班 小姐姐 你家在哪儿啊 抱歉啊白亦凡 让我先回家里人报个平安 应该的 什么 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 要是荣荣有个三长两短 你们全都原地自杀吧 大小姐 大小姐 我们一定会找到二小姐的 姐 荣荣 你好 初次见面我叫白亦凡 我回来了 我回来了 姐 我以后再也不随便乱晃了 平安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姐 好了 乖 不哭了 事情的经过 我都知道了 感谢你救了我妹妹 不嫌弃的话 我想宴请你一番 用不着那么客气 宴请就不必了 就是 你妹妹答应会给我一百万 作为酬金 这个承诺 什么 他居然说要一百万 作酬金 那个 但我没说 果然天上不会掉馅饼啊 算了 本来就是路见不平 一开始也没指望要什么报酬 唐吉娃妹妹的命捐 才只剧剧一百万 你是在侮辱你自己 还是瞧不起你救我 姐 我妈妈 这里面是一亿 绵薄之理 就当我们唐氏集团的 一顶心意 等等 唐氏集团 你说的该不会是那个 市值超过五百亿的 唐氏集团吧 没错 不过这点钱 远比不上你为我妹妹做的 我们唐氏集团 还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 日后有什么要帮忙的 尽管开 不必等到日后 现在马上立刻 我有件事 想拜托你成吗 放心 都已经安排妥当了 已经请到了国内外 这个领域内最优秀的五位专家 过来研究手术方案 想想阿姨很快就能康复 每天坚持住 很快就能好了 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心情 我父母过失得早 我也只有这一个妹妹了 所以无论如何 都不希望她有事 唐姐 这次的事情多谢你了 你们才是真的帮了我大忙 回头 如果有什么需要我白亿凡 出力的地方 一定尽力 倒还真有件事 想请你帮忙 你能不能抽空训练一下 我们唐氏集团的表 老大 请教授我们格斗技巧 他们 训练 实不相瞒 不久前我曾派人去调查 那些对荣荣下手的人 我猜得没错 就是商业队家过来的 目的是打算以此 牵制唐氏集团 不过有一点令我很意外 那些被你打倒的专业打手 至今还躺在医院里 无法恢复 似乎还留下了心理阴影 虽然不知道你用了什么方法 但能不能指点一下我们的人 让他们提升 这个嘛 其实主要还是实战经验 再加点技巧 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 最多半个月 也会支付您相应的酬金 至于价格 您可以随意提 真不愧是做生意的商人 完全不给我拒绝的余地啊 行 我尽力吧 但可不保证 一定会有效果 那就说定了 我来安排时间 保证不会耽误太多 你的私人生活 正好 利用这段时间 好好陪陪老妈 等还上这个人情 就真正的两不相欠 就是这样 对方如果出拳 可以迅速攻击他下盘 就这样 我在唐氏上了半个月的班 美娟 你终于醒了 我 这是在哪儿啊 治疗方案定下后 母亲的手术 进行得很顺利 也再提起 配合医生的治疗 多吃点 才有力气康复 好 总算是告一段落了吧 这边的事情 都料理得差不多了 你该回去看一看 完了小半个月没回来 不知道铁叔和弱弱他们 回牧家村之后怎么样 怎么会这样 叔叔 铁叔 野叔 你们在哪儿 白公子 纳兰掌柜 你总算回来了 我们一直在等你 疼 哥 痛痛痛 你轻点 对不起 谁 铁叔 言叔 是我 一凡 一凡 你回来了 是你翻回来了 铁叔 看见你们没事 真的是他 射 怎么回事 铁叔 你的右手 还有打枪 没事 只是手段了 幸好大伙都还有面不适吗 等等 猪若呢 我怎么没有看见他 猪若她 疼 若若乖 要清洗伤口患药了 换了药好起来就不疼了 好 这是 我 我不要上药 若若 你冷静点 太爷爷 你让我去死吧 我不要像个怪物一样活着 弱弱 伤伤快 睡一下就好了 一帆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命算是保住了 只是 这烧伤太严重了 全身上下几乎都没有一块好皮 冒昧如花的小姑娘 正是天真烂漫的年纪 不知道下半辈子要怎么办啊 谁敢谈 碎鬼祸首饰 林家 还有成猪笔 说吧 今天什么事 蓝伯父 小植没什么事 就是命人收集了几箱灵石 想要送给蓝伯父 是我作为晚辈的一点心意 这些灵石品质不错 你用心了 今儿看人的眼光不错 是个好孩子 伯父你喜欢就好 哼 上赶着巴结我父亲 白衣凡那小子呢 怎么过了那么久 还是没找到啊 不是说要替我错骨扬灰出口恶气吗 就这么点能耐啊 心儿 消消气 消消气 心儿 羞得在胡闹 白衣凡此人凭空出现 财力雄厚堪比帝国 之前我听卡尔所言 他甚至还可以挤压暗杀门一种高手 反向买通实力莫测 欲擒此人不可操之过急 爹 好了 你在万宝楼所受之气为父知道 我已让卡尔带着人马 将穆家村屠村 也算是为你出了口恶气 你就别折腾了 不过我们最后清点尸体的时候 发现穆家三十七口贱民 还有十余口不见踪迹 也不知剩下来的人究竟去了哪儿 莫不是被人救了 那就全程下通缉令 穆家村余孽和那个白衣凡 挖地三池也要给我找出来 是 事情就是这样 我在刘云城 算是有些人满 得知了城主府要动手屠村的消息 于是便立刻安排了一些人手 可惜 冰家下手太快 等我的人赶到 是 是 危险 房子要倒了 神经病 还有一个人没救出来 可不 居然连婴儿都不放过 快快 这个人还有气 这个人还有气 若若当时躲着女帮之中 跑过眼前 但也因为火吃太牛 是他们当中烧生最严重的 以我的能力 只能做得如此了 那蓝掌柜 这个恩情 我白衣凡记下了 白公子 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 杀 不行 城主府和林家都有班续间的舞者 而且还不止一名 那城主蓝前 实力更是达到了肉身五重洗腓性 五马都不能分其失 而且据说 他还有一件高级法器傍身 你杀不了他 我虽不喜杀戮 但若谁要杀我亲友 我也绝不会心慈手软 肉身五重又如何 我偏要宰了他们 不过在那之前 要麻烦你照顾他们一阵子 现在 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黄铃 川雄 黄柏 冰片 香油 我说小哥 你家是有什么人烫伤了吗 怎么最近来买的都是烫伤类的药材啊 这你就别问了 好嘞 您慢走 虽然是位大主族 但总是神秘兮兮的 可真是个怪人 你真的不和我们一起去旅游吗 你们放心去马尔大夫吧 钱的事不用操心 台里还有五十万 都是我当教练证来的 够你们在那边玩上半年 妈的兵刚好 正好你陪她去散散心 诶 一凡 孩子长大了 有她自己要做的事情 咱们做家人的 应该是孩子永远坚实的后盾 而不应该成为阻碍她前进的负担 啊 来了 嗯 大晚上的 谁发这么多消息 郭姐 我有事要出去一段时间 拖欠的房租已经补齐 直接转你微信了 余下的钱 就当我提前支付之后的房租 之前的事 真的多谢你了 没看走眼 还算是真赌败 能提前支付房租 看来是找到工作了 不过 该不会是死要面子活受罪 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吧 等等 十万 这臭小子到底去干了什么 蔡大夫 这些药材真的会有效果吗 如果按照上古秘方来说 是不会出错的 只是 我真的很想知道 你是怎么这么快 就凑到传说中 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十位药材的 快吗 我倒是还嫌慢了 估计能带的重量有限 这些天只能一趟趟的来回筹备 可恶超重 还得再小一点是吗 大连掌柜 我们来了 但是这其中一味药引 又价值连城 白公子对朋友之意 真可谓天高海深哪 药已经做好了 交给你了 放心吧 一帆哥哥 我 我真的还能变回原来的药子吗 相信我 等你好了 我给你买十件好看的裙子 你不是最喜欢穿漂亮裙子了吗 嗯 嗯 药药 你 怎么了 一帆哥哥 我 我真的 恢复了 不好意思 我因为真的太吃惊了 才打碎了镜子 若若呀 我这把老骨头被你吓得 还以为出什么事了 叔叔 变得比之前还要漂亮了 谢谢一帆哥哥 欣喜可龙尾草独自闯荡香菇 身后还有使不进的灵妖宝菇 它究竟来自什么地方 那兰掌柜 这些龙尾草算是我给你的谢的 另外 我这里还有一事拜托你 公主请说 请把万宝楼所有的高阶武器都拿出来 还有 我想要选一个地点闭关 越快越好 不够 你尽快提升自己 我有那洗髓精的蓝钱 整整插着一个大禁忌 要尽快拉小插去才行 看 再来 烈阳斩 不够 这血 还远远不够 我说掌柜的 你到底给了他多少不武技 他这样没日没夜地练下去 真的不要紧吗 还有 我 我不是我老眼昏花 居然将高级妖兽的血 当水一样喝 蔡大夫 江湖上的事情少打听 他现在拿出什么我都不吃惊了 暴武剑法 暴武剑法 你越斩 我终于突破了 我终于突破了 瘦身四手 翻洗劲 终于突破了 白公子 你真的是太强了 居然只用了半个月 就突破至半睡醒后期 这些日子 多谢纳兰掌柜了 我马上就要行动了 如果明天早上我没有回来 还请你护送弱肉和铁夫他们出城 彻底远离这个是非之地 公子稍候 请公子收下此物 住 这是一张蓝牛斧 使用过后 可以提升武者最大的利润 另一张是护身斧 用于防御高强度攻击 他们更能维持半主线 克助公子一臂之力 还有这把斩杀剑 乃燕国剑谱十大名剑之一 许说有护储之能 我特意从其他坟楼掉过来的 可供公子使用 多谢纳兰掌柜费心 这些钱我会 不必 凭水相逢 白公子愿意舍命替木下村人报仇 纳兰柔敬佩之举 也同样愿助公子一臂之力 唯愿公子得偿所愿 凯旋而归 那便多谢了 这份请一帆记下 就是这里的吧 什么人 灵符中帝 闲人 这小子 好快的速度 我是娶你们狗命的人 复仇 开始了 爹 你放心 我很快就能娶到馨儿了 嗯 好好好 只要和城主府攀了亲 日后这流云城 还不是我们林家的天下 不愧是我林大父的儿子 真有出息 什么生意 是谁 快出来 谁敢来我林家斗乱 老爷 救我 白依凡 又见面了 林公子 哈哈哈哈哈哈 好你个白依凡 本少爷还想找你 你倒是自己送上门来了 今天我便停下你 送你仙儿亲自发落 看拳 醒我 救你 我的手 你居然能拎到我的手 我什么时候突破到斑雪境后期了 我不仅敢弄断你的手 还敢弄断你的腿 凑你一个好事成双 凯儿 爹 快逃 至少撑住来 好 凯儿 你撑住啊 想逃 是不是有点晚了 你 你不能杀我们 为何 穆家村之事 是我父子二元奉城主之领做的 你若是杀了我父子 城主大人也绝不会放过你 哦 对 我和仙儿亲定下婚约 算是蓝城主的八个女婿 等我和我爹试一下 爹 试试便试试吧 你 你居然真的敢 白衣蛋 你别杀我 我我原意把整个凌家 所有的财产都送给你 求求你别杀我 凌家的财产 真是笑死我了 把你们凌家打包卖了能值几个钱 一千万金币 还是五千万 看在你快死的份上 也不怕告诉我 我随便拿出的一味药材 就价值几千万 是这上亿金币 你说我看得上你们凌家 这三瓜两枣吗 这 对不起 我错了我错了 你饶了我吧 不要杀我呀 不必和我道歉 若真心悔过 就和你爹一起下去 为牧家村死去的人赎罪了 接下来就是 承主府 不好了 承主不好了 林府刚刚传来的消息 林家造席了 嗯 说 到底怎么回事 据逃跑出来的小妾说 是一个叫白亿凡的年轻人 前来寻仇 你在府中杀了不少人 白亿凡 传我命令 立刻封镇刘元城的大小出口 让庞林和玉雷两位将军带三百甲位 随我去林家捉拿贼子 是 这小子不是应该死了吗 嘿 远兆谢兵 你们两个留守府内保护大小姐 若有任何风吹草动即可报信 属下领命 西将军袁将军 爹爹这是要干什么去啊 这么行事动众的 见过大小姐 应该是抓朝廷侵犯 啊 捉侵犯 那你们怎么不去啊 城主大人让我们留守府内 以防万一 行了 那你们留守在外院吧 有事我会叫你们 是 弟弟真是的 我城主府有四大将军 个个都有奔洗净 弟弟更是洗髓净的存在 哪个部长演得敢袭击我城主府啊 只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 小姐 奴婢最好您休息 今天您喜欢哪件请衣 这件衣服怎么还摆在这儿 啊 林公子说了 这件是价值连城的宝衣 木若若那个小贱人 给我舔鞋都不配 他那衣服有什么好的 也就是林林凯那个不识货的男人 当个宝贝似的献给我 赶紧的给我扔掉扔掉我 看了我就心烦 是 我家村那一群贱民 想起来就只会引起本小姐的胜利不适 还有那个白衣凡 抢走了属于我的登天令 如果下一次再碰到 我一定要亲手砍下他的狗头 红尔绿尔 你们怎么回事啊 蓝大小姐 你要怎么砍下我的头啊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这里可是成竹府 你你竟然敢善传我成竹府 成竹府 那又如何 你你你你别过来 来人了 有刺客 不用喊了 你院中的百名护卫 还有那两名镇守的班写精将军 已经全都被我杀了 哈 阿姨凡一个人 杀了两个班写精的将军 而且还是秒杀 我甚至都没有听到有什么动静 燃星儿 你知道我为何而来吗 我记得我曾警告过你 不要招惹我 穆家村屠村 是你和林云凯一起策划的对吗 林云凯已死 现在轮到你了 不 不要 不要 白云凡 求你放过我 我 我才十八岁 我可不想死 你 你只要不杀我 你说我干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 朔朔才十三岁 穆家村那些被你们烧死的孩子 有些还尚在强保 他们又何其无故 白云凡我错了 我错了 你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 我可以 对了 对了 我还是出自之身 杀了我 你难道不觉得可惜吗 你这种毒妇 脱光了我都嫌恶心 不过 上天有好生之等 我可以给你一个活命的机会 你不是说 朔朔不配给你舔鞋吗 那 现在 把我的靴子舔干净了 你 怎么 刚刚不是说让你做什么都可以吗 我 朔 我 我 我舔 只能不能杀我 你让我干什么都行 谭大小姐为了护命可真卖力啊 可我这白衣凡 请让你得意一时半刻 我只需拖延到爹地回来 定人让你无法非是不得好死 好了 天干净了 天干净了 就上路吧 成主大人 怎么了 没事 又是心中隐约不安 不对劲啊 成主大人 属下奉命先一步查看 到了灵府时 发现里面只有护院的尸体 林大夫和林云凯却不知所踪 什么 不好 雕虎临山之际 快回府 驾 姓白的小畜生 你若敢动心儿一根指头 本成主定要助你九族 成主 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全体迅速集合 回府 是 这 兴儿 你终于来了 百 一 半 我试杀你 每周二周五更新 敬请期待 谁杀谁 不一定 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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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暴雨剑法 暴雨剑法 传说中黄洁顶级的剑法 即便是我 也要花上一年时间才能入门 你小子前后消失不到两月有余 居然以内壮境的根基练成圆满了 你这老家伙 倒是有点严厉 难怪你能杀了我成主佛那么多高手 不过 区区搬血定向战洗髓镜 可谓不知死活 暴雨剑法 第二时 其余 什么 可恶 连雷剑 这是 给我破 是把剑 小畜生 居然能逼我使出法器 今天你也算是死得其所 去死吧 挑续步 踏里头 别走 要躲不开了 小畜生 你跑 你倒是在跑啊 这是怎么回事 居然毫发无损 蓝大城主 你这雷电之力 倒也不底啊 雷电之力被吸收了 这纳蓝掌柜给的护身符 真是好事 解释是另一张吧 蛮牛符 克 符传 你居然有符传 暴雨剑法第三世 剑腹 臭小子 和你拼了 平万针 就算用了符传强化肉身 但想以力量和我抗衡 你还嫩了点 谁说我想用力量杀你了 不好 你难道还有什么底牌不成 好快 你算不算是底牌 这是 暴雨剑法终极杀招 你居然是 我 我怎么会败给你 不 不可能 在你心不易之事那一刻 你就该明白 会有这么一天的 结束了 这就是那个靶器吧 没想到小小戒指的 能蕴藏如此雄厚的雷电之力 如今归我了 驾 驾 驾 城主 还有大小姐 我们的人 居然全都被杀了 这 你们听好了 想者不杀 为者 杀无赦 这 这都过去这么久了 也不知道白衣凡公子怎么样了 张规的 出 出大事了 怎么了 难道说 我们的人传来消息 林家的林大副和林云凯 全都死了 城主和蓝星尔四大将军也全部被杀 城主府被一把火烧了个干净 一心覆灭啊 小心 老天王妖 他做到了 他居然真的做到了 四大将军 个个都是斑血境 死人联手 可占洗髓境中期 而白公子 明明两个月前才刚突破内撞境啊 刘云城的天 怕是要变了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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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什么事了 什么事了 爹 这是什么 白衣凡 燕国最新的通缉派 斩杀此人头颅者赏一百斤 提供消息者赏五十斤 我关这人面相 那不像是恶贯满营之徒啊 怎么会被悬赏通缉 怎么会被悬赏通缉 赏金帝也就算了 怎么还把我画得这么丑 算了算了 既然如此 也该换个新环境玩玩了 也不知道白公子现在怎么样了 他今后又是如何打算的呢 这是 我马上就要离开柳云城了 多谢这段时间的照顾 锦盒之内 乃我送给你与木家村之人的礼物 可保你们一生一时无忧 你我若有缘分 自有相见之事 后会有期 白衣凡 这些天才地宝 我以前居然从未见过 白公子 后会有期 喂喂 你们听说了吗 近日 十大圣体之一的五行圣地 要公开招图了 据说 哪怕圣地里最低级的功法 一旦流入世俗 也会变成人人争强的绝世神功 哇 若能成为圣地修行的弟子 那可是天大的造坏啊 哼 弟子 真没出息 若是能成为圣地长武 就连王公贵族皇上亲临 都可以不放在云里 五行圣地在魏国 距离咱们燕国有万里之遥 若不乘坐云中 跑死二十匹马也到不了 那快走吧 去完了可就没位置了 这就是传说中的云州 据说这云州速度极快 可以跨越天窃 十达目的地 我现在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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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柜的 一张去五行圣地的票 云州只能到魏国五行城 五百斤毕章 哪里来的土包子 连云州能去哪儿都不知道 还有 我们云州上住宿很贵 哪怕是最差的皇子客房 一晚要三千斤 要是付不起 只能睡那没有任何 抵御法阵的甲板上 风吹日晒了 就最贵的 好嘞 这马上为你准备 咱们云州队上 咱们天子一号客房 我去 我可真该死 这又是哪家的财神爷 下盘体验明天几苦来了 等等 掌柜的 我出双倍价格 付天子一号客房 你什么意思 嘿嘿 没什么意思 只要是我王家人 看上眼的东西 就必须是我的 这间天子一号房 本少爷定了 喂 搞搞清楚 这房可是我先定 两位客官 天子一号间 的确已经被这位公子定下了 哎 您看 哎 哟 哪来的不知好歹的蠢货 居然敢和我们康亲王府作对 喂 臣东西 你听好了 我王梦 可是燕王陛下 清风的郡主 刺鸣灵羊 我哥王藤 那可是康亲王府的世子 哼 跟你说话 都算抬举你了 还敢觊予我们王家人的东西 是想找死不成 嗯 怎么哪里都能遇到这样 仗势其人的傻举 小伙子 把客房让出来吧 皇亲国戚 你可惹不起 亲王世子 那又怎么样 王侯将相 宁有种故 客房既然我先定下 那就是我的 出多少钱也不让 还有 乖乖乖滚去后面排队 两条傻狗 怎么 哎 两位别 嗯 别动气嘛 那个王公子 您看 要不您先到后面排个队 小的给您预留隔壁第二好的上坊 如何 乖乖 你一个有权 一个有权 哎呦 我可谁都得罪不起 我最后问你一次 你可知道和我康亲王府 做对的下场 那你知不知道和我 做对的下场 好 算你有种 别怪我没提醒你 出门在外树敌 可是一件危险的事情 可别连哪天自己 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深同你的观点 不过吗 到底是谁比较危险 那可不好说 哪里来的剑谜 敢让我下巴来胎 两位客官 云州马上就要启程了 再耽误下去 哼 算了 本少爷暂且不和你这蠢物计较 掌柜的 马上给我安排天子二号房 哥 莫尔乖 听哥的话 委屈已晚 等到了五行城 给你买最贵的衣裳赔罪 你说的 到时候不许来账 我说的我说的 好嘞 小的即刻为王公子 安排天子间二号客房 乖吧 这可算是解决了 等等 我同意了吗 我这个人睡觉 向来不喜欢有人在我隔壁叽叽喳喳 掌柜的 天子间所有客房 我全买下了 这这这 哈 你 你到底想干什么 先来后到 我还没说结束 有问题吗 公子 您拿好 这是天字号时间所有的房卡 还有 王公子 后面排队去 得 赶完这票就跑路吧 这一票赚的一辈子也花不完呢 这还差不多 小子 你给我等朕 哎呀 我看你这小伙子安安静静 不像某些人碍眼 这件就送你吧 真的 白送啊 哥 这家伙分明是故意给我们难堪 不用你说我也知道 你给我站住 小爷我有事找你 你是 走一个 干 王侯将相 宁有种呼 说得好 说得真好 真是说得我心坎上去了 呃 你到底是 我叫刘威 出身自五国的一个商会家族 你呢 你叫什么名字 白亦凡 燕国人 五国是燕国的邻国 民风尚武 总体实力 可比燕国强上不少 呃 相逢就是原本 你今日不畏强权之举 我刘威全部看在眼里 实在佩服你的人品 因此特意来结交 嘿 哈哈哈哈 也不怕告诉你 我这次旅途 是要去参加五行圣地的入门考核 那王同王梦两人 若敢报复你 上门找茬 我刘威第一个不放过他 今晚有兄弟我罩着你 你睡觉就放一万个星板 我什么时候说过担心这事啊 来 再走一个 今天我请伊凡兄弟喝酒 咱们不醉不归 我看你才是上门找茬的人吧 出什么事了 啊 你是不好 我才就是雷宝云 雷宝云要你快跑啊 快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快不想救啊 快跑啊 哈哈哈哈 这雷真是来的妙啊 平安静 该你出场了 在路上 我曾仔细研究了一下蓝琴的云雷班纸 这件攻击性法器 可以在雷宇天气储存雷队 在必要时候释放出来 轰杀敌人 只可惜 这七日来 居然一次雷宇天气都没有碰到 驾 如今这雷暴天气 来的真是 正合我意 快跑啊 他这是什么 快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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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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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我们天字房 不是有庇护法寨吗 为什么反而所有人 都出这里来了 哈哈哈哈 来不来吧 尽情地吸收吧 成了 数次一来 底牌便再多添一掌了 你们看 哇 到 到了 五行城 到了 终于下船了 这就是五行城 参加圣地入文考核的地方 我 我 我听说 魏王为了讨好五行圣地 才持巨资建造了这座城池 豪华程度 比魏国王城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哦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这么多人 属实是有点夸张 这可是圣地考核 成千上万的武者 从五湖四海赶来 汇聚在此 自然是人山人海嘛 你再看看天上 嗯 这些人是 嘿嘿 看见了吗 那可是神通秘境 这还是我第一次 亲眼见到神通秘境的修饰呢 神通秘境 与气血外放不同 体内可衍生出流力 飞天遁地 欲见而行 无所不能 这圣地 果真来对了 素敬 周薇 周薇 怎么了 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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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乃五行圣地内门长老 颜云松 负责本次入门考核 遇入我圣地修行之人 与武师进入城东比武厂处登记 进行弟子考核测试 若考核通过 即可前往五行圣地修行 哇 是五行圣地的内门长老 快走 报名要开始了 你去 五行圣地的考核报名要开始了 白兄弟 我们就此别过吧 你加油 我会等你 等我 什么 对不住了兄弟 大哥我不能再保护你了 你要是害怕的话 就找个地方躲起来 我千万别被那兄妹俩找到了 咱们就只能就此别过了 保重 唉 我说了会等你吗 保什么种 说不定很快就会再见了 报名登记的就在这里了 排好队的排好队 败了 李兄莫放在心上 你看我连进去比斗的资格都没有 喜随性 下一个 哥 是那小子 真是原家露宅 没想到这家伙也想参加五行圣地弟子考核 哥 你到底什么时候替我攒了那家伙出口恶气 笑不忍则乱大谋 咱们先办正式要进 待我们正式成为五行圣地弟子 在云州上受到的驱逐 定要让这小子以命相偿 哈哈 白依凡 搬写净 才搬写净 真是笑死我了 恐怕他连这道笔式的门都进不去 即便侥幸进去 何人争得突破血流也拿不到一个门 这是 可以免考 请进门稍等片刻 不信 什么 免考 我没听错吧 这家伙究竟是什么来历 这登天令是何人所持的 回禀长老 那人名叫白依凡 弟子已用测灵杯测试 他的资历不过为最低等的皇阶 依弟子看 多半是钱多的附加公子 无意中拿到的登天令牌 岩长老 此人该如何处置 我五行圣地外门弟子最低门槛 也是肉身五虫洗髓镜 他一个只有搬血镜 还只是黄结资质的小子 在我圣地职配当一个杂役弟子 不过既有登天令在手 便破例赠他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吧 是 班写竟在世俗国家都能当个将军统领 没想到在五行圣地 居然差两年外门弟子都够不上 来自地球的我 居然只凭了个黄结资质 明明我的肉体强度 早就超过几个大经济 算了 这里的资质评估真是莫名其妙 资质差就差点吧 为靠地球这个无限资源库 还能简化功法武器 只要日后秦家修炼 会必不能闯出一本天 五行圣地到了 呼 五行圣地 虽然建立在云层之中 此乃五行天公 圣地的中枢核心 非内门长老真传弟子 不得闪入 你们日后的修炼之处在此 从此以后 你们就是我五行圣地的外门弟子了 今后的一言一行 都要符合门规 凡事首先要考虑圣地的利益 这是身份预排和各自居住的院落地图 你们自行前往即可 房中会有门派手册 务必仔细拜读 是 长老 好 庆身符 骑行符 生虎符 取水符 还有灵石和高级疗伤丹药 圣地出手还真够大方 价值几千万金币的东西 成为万能弟子 居然直接送 旺古大典 旺古大陆分东川 南荒 西海 北人 中州五地 人妖魔三族鼎立 这个只从便知道 人族十大圣地分别是 吴维 黄旗 五行 广寒 真武 展天 天书 多宝 祖皇 飘马 其中吴维圣地最神秘 门中弟子历来不超过五个 每一个都是精彩绝艳的盖世天骄 黄旗圣地独占军舟大帝 底蕴实力最强 门派行驶也最为霸道 真武圣地和展天圣地 分别以炼帝和剑道为主 广寒圣地 向来是终米弟子 五行圣地 分金 木 水 火 土 五月 乃星星圣地 自立为十帝中最文旗 十大圣地之中 黄旗圣地最强 早知道 就想办法奔着那边去了 虽说我现在有花不完的钱 走捷径也可以顾派保镖 但倘若自己是个废物 难免有人觊觎财产 只有自己变强 才是王道 我记得 断骨 内壮 斑血 三进 都是讲究滋补 一经换血才行 地球上有什么能让我 血水伐精的东西吗 这一个月 我辗转于地球和意识节 因为通过查阅资料 发现使用灵药药用 改变体质 能比直接通福更加稳定 当归 莲子 天冬 艺人 都是中医馆开的清热排毒的方策 越发学的 身体变得比以前更轻敏 力量也大了数百 就连脑子也一片轻敏 撤 这一次 一定要冲破斑血精的制度 你给我 冲啊 这件汽血沙衣 千量厚实 比篮前的那件坚硬数倍 完全能媲美开窍竟的汽血铠甲 是效果 看来 不只是汽血沙衣 现在我的一拳 估计有两三万斤的力道 比普通洗髓劲 可强了不止一倍 五行圣地的修行之路 现在才真正开始 封物堂 五行圣地内管理宗门大小事务之地 同时 也是弟子们领取俸禄 执行任务的地方 这是你这个月的俸禄 拿好 下一个 多谢长老 五行圣地的弟子修炼期限 任务完成 可以主动领取 贡献点一百 多谢 报仇以贡献点计 贡献点 可在身份预牌之中查看 每个弟子刚入门的时候 都会赠送五十点 贡献点最大的作用 是用来兑换五行圣地内武器格的武器 据说武器格藏数万这种武器 哪怕得到一步 武者实力都可以突飞武器 光谷大典上提到 获得贡献点的途径 一共有三种 低级任务 面向洗髓敬弟子 报仇是一百到三百贡献点 凶级任务 面向开窍敬弟子 报仇是三百到一千贡献点 高级任务 面向慈府敬弟子 报仇是一千到五千贡献点 第二种 直接上交天才地宝 第三种 则是猎杀圣地通缉榜上的罪犯 第三种获取贡献点最多 也最快 但能上这个榜单的人 都是圣地的穷凶其恶的嗜血之斗 每年都有一些圣地弟子 自视实力皆保 结果彤彤有去无回 恩 门派任务给的贡献点太低 杀通缉犯又太过冒险 上交天才地宝最为稳妥 简直是为了我量身定做的 但如今五行圣地可不必在流云城 此处鱼龙混杂 若是频繁拿出天才地宝 难免被有心之人惦记上 虽然不怕事 但为了避免小麻烦不断 还是以做门派任务为掩饰 再意外获得些天才地宝吧 长老 我要领取低级任务 好 你们 站住 乖乖地把零食交出来 是 师兄 这是我们全部的零食了 还是高师兄聪明 只要再发放俸禄日守在这必经之路上 零食自然守到尽来 狂腾老弟说的什么话 明明就是他们自己主动给我们了 我可没逼他们 你说是吧 是 高师兄 时候不早了 您看 要是结束了 我们可以走了吗 结不结束得我说了才算 你没事吧 没事 这个臭小子 他果然也来了 认识 不仅仅是认识 高师兄且听我说 几日前我在云州之声 不 原来如此 这一人虽然不知底细 但出手阔绰 我后来打听了一下 只有班写进了他 选拔那日是用登天令才能进入圣地的 能买得起登天令的人 看来家底的确丰厚 想来好东西少不了吗 真麻烦 突然拿出赤宝 会被有些人盯上 我现在还不够钱 匹肤无碎 怀必起庆 还是不能轻易行刑任何人 不要轻易暴露底牌的好 等等 师弟 借点东西呗 啊 什么东西 灵石 这是新来的弟子吧 真惨 居然碰上羔羊了 羔羊 作为不坏 平日仗着自己武艺高强 净是欺凌弱小 几乎每一个新来的弟子 都逃不过他的魔掌 这家糟了 这家好完蛋啊 这小子惨了 也不是没人反抗过 但是会被揍得更惨 哎 倒霉的新弟子 扶个软把零食给他吧 没必要硬碰硬 不然以后可有苦头吃 想借零食 可以 不过 你得先跪下来求我 什么 这新弟子在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找死 躲 躲坑了 好快的速度 羔羊这个洗髓精巅峰 居然没讨到便宜 看来这小子实力比我想象中 棘手一些 小子 刚才的话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怎么不敢 磕一个响头借你一块零食 连磕十个再多借你一块 师兄想要磕几个呀 小兔崽子 你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 住手 否则我禀报长老了 刘薇 白亦凡兄弟 怎么是你 哎 不对 你怎么会在五行圣地 你骗我 你当时也没问我的目的地啊 嘿嘿嘿 那倒也是啊 居然敢无视我 哎呦 等会再聊 你 居然忘了这里还有点事 我要处理 你 什么 哎呀呀师兄 你怎么不讲武德啊 背后偷袭的习惯可不好啊 高师兄 我没看错吧 鲁阳被一个先生吊打 一番小弟 你 快 快 放开 高师兄还真让人伤心呢 我明明还想好心地借给师兄临时的 这样吧 如果你好好和我道个歉 这事就算了 但看师兄这样 应该是拉不下面子的 那师弟我可就换个方式 这家伙 到底想干什么 为何师兄借点灵石 如何 我 我 倒 可我 这家伙压根没想让我张嘴 啊 师兄不好意思道歉吗 没关系没关系 既然如此 我的 灵石 我直接替师兄选了 多谢高师兄如此慷慨 高师兄 高师兄 你没事吧 回过去了 这些都是高阳平日里 为非作胆抢来的吧 拿去还给师主吧 多谢 好 不过你全给我们了 你不自己 不急 这不是还有几只小老鼠吗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积蓄 请消耗 青石放在地上 你们滚吧 好嘞 马上滚 您看我们滚的姿势标准吧 还不错 白一帆 咱们走着瞧 嗯 明明感觉到了一股寒意 一帆兄弟 没想到你武功那么厉害 嗨 当日在云中 生我眼拙了 还大言不惭要保护你 不过 你打伤了高阳 不怕他回头找其他人报复吗 嗨 高阳这种人 平日里要五羊为惯了 若是吃了憋 只会烂死在肚子里 毕竟多一个人知道他被新来的弟子打伤 他就多丢一次脸 事于日后如果他想来阴他 我白一帆奉陪到底 嘿嘿 你这是第二次令我刮目相看了 诶 正好 我和三个同门接了个任务 还差一个人 你来不来 什么任务 白一帆 我们这个任务啊 是这样的 最近魏国南方边境 一个大将军 叫杨世忠 疑似勾结魔族 汉国谋逆 甚至 抓捕无辜百姓 修炼血功 嘿 这是一个低级任务 报仇还不错 拿到证据 勤拿叛将 咱们每人便能拿到六十贡献点 明白了 一个低级任务给三百贡献点 确实还不错 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卢奥卢师兄 张铁和沈新宇 他们都是我的邻居 平日里经常见面的 你好呀 各位 这是白亿凡 我在云州上认识的朋友 住在翠竹山 幸会 刘威 去了大半天 果当你找谁过来呢 最后居然把这个人给带过来了 白亿凡 只用登天令免考 资质贫瘠的时候 只有黄街低级 但凡关心一下门中所事 都断然不会找他 你让他加入 是想拖我们后腿不成 卢师兄 别那么说 一凡兄弟虽然境界不高 但实力我可是亲眼见过的 绝不会拖我们后腿 卢师兄资历丰富 想必平时藏书 也看过不少吧 你什么意思 书中但凡说出刚刚去世的人 最后的脸 可是会被打肿啊 你 那个 时间紧任务重 这个结果眼儿 咱们就别内讧了吧 是啊是啊 卢师兄别动气别动气 再说咱们这个等级 能凑到人头就已经不错了 我相信刘兄弟的眼光 一定不会出错的 罢了罢了 要怪只怪 我居然指望你这个 饕铁血脉的废人 能够找到人 准备一下 才几成吧 饕铁血脉 那是什么 你是刘薇的朋友 难道不知道吗 刘薇是饕铁血脉的拥有者 这种与生俱来的资历 源自上古凶兽饕铁 拥有这种血脉的人 从小食量就比别人大很多 修炼也很容易 只需要不停地吃东西即可 所吃的东西临际含量越高 武者修炼速度就越快 但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 饕铁血脉也是一种费脉 因为他修炼所需的资源 是同龄人的几十上百倍 越往后就越吓人 圣地的长老也不傻 同样的资源完全可以培养 一百个同境界的修士 换作是谁 也不愿意做这亏本买卖 多多多 没关系 我从小到大都明白这个道理 好歹长老还是赐了一个外门弟子的名额 只要有机会 我会为自己争取更多的修炼资源的 是啊 即使没有资源 你一辈子都是外门弟子 我张铁也不会看不起你 会说你就多说点 修炼资源吗 别的我可不敢说 但地球上的资源取之不尽用之不解 十大圣地加一块估计都比不了 只要我想 我看好你 估计很快就能把你培养成神通秘境 甚至是超越神通秘境的存在 不过现在还不是最佳时期 先不说协交未深 到时候刘薇盘问起这些宝贝的来历 可不好解释 目前看来 刘薇此人仗义直言 还是值得深交 还是再仔细观察一段时间 这杨世忠情报上说 他是洗髓尽中期的实力 麾下有四大统领 也不过是搬血境巅峰 不过比较棘手的是 他可以随时调动三十万金兵 什么 双全难敌四手 如此庞大的士兵队伍聚集在一起 即使个个只有脆体径 其实也很难对付 看来我们这次任务 只能暗中进行 不能明着来 没错 情报上说 杨世忠勾结模组 抓捕平民百姓修炼血功 罪孽滔天 随时都有可能造反 若找到确凿的证据 此人我们能活住最好 实在不行 就把他的尸体带回去 好 前面就是将军府了 用匿器服务 好 走 好 好奇怪的一阵风啊 混进来了 接下来就是找到杨世忠 找到了 杨世忠就在那儿 将军 您回来了 嗯 下去吧 是 今日天气酷热 老爷行军操练 莫要伤了身体啊 夫人有心了 最近军务繁忙 若是结束的早 我会尽早回家陪你用膳 哎 要是咱们的素素还在 这儿 我也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夫人 我去练功了 你早些休息 哎 老爷 嗯 他在瞅我们这边看 他难道暴露了 走了 我们跟上去 还没关窗 防空王道 二王道 果然有鬼 堂堂将军府里 居然设有帝宫暗门 等着杨世忠下去了 我们再做打算 杨世忠已经下去 有一刻钟的时间了 陆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要不要跟上去 新密室 我看这杨世忠 简直是在自寻死路 没想到 这小小的暗室之下 居然隐藏着如此庞大的地宫 都跟紧了 注意警戒 这味道 如此浓烈的血腥气 看来情报说的没错 这个杨世忠 果真在修炼魔道血宫 等等 你们看 真的是血池 如此多的白骨 这杨世忠是杀了多少人 还有 魔器 他居然是在那魔魁 你们四人 先占据东南西北四个方位 待会听我口令行使 咱们同时以阵法进攻 既然来了 可必躲躲藏藏的 躲开 他是怎么发现我们的 原来是几个乳秀未干的小鬼 鬼鬼祟祟潜入我将军府 是想找死 杨世忠 你身为守官大将 却勾结魔道 杀害百姓激烈血宫 罪无可恕 五行圣帝弟子 今日必诛杀你 圣帝 居然引来了圣帝弟子吗 这不祥的预感是 五个洗髓镜 不错 离本将军炼成血煞魔魁又进了一步 不好 他是故意由我们进来的 什么 糟了 你们今天就成为我新的祭品吧 请收 杀 我们也 我们也 等等 先别轻触妄动 魔魁被释放了 大家小心 这四朵 这 这力 好强啊 我们根本抵挡不住啊 可恶 该死的 这些东西有些棘手啊 你怎么样 你没事吧 还撑得住 杨世忠 你居然敢炼制魔魁 你死定了 石魁 是只用特定法术 将已死制人的尸体 作为傀儡操纵使用 而魔魁则是用活人生计 这样制作出来的傀儡 能够保存原主的一切技艺和实力 甚至后天还能通过修炼不断变强 死头洗水尽中心的魔魁 再加上杨世忠 而且貌似有一头更强的魔魁还没出动 事情变得麻烦了呀 给本将军杀 拼了 去死吧 解决掉了一个 哈哈哈 无知 我这魔魁 岂是你们这么容易杀死的 哈哈哈 灰色的 陆师兄 现在怎么办呀 快想想办法呀 不能再这样耗下去了 你们顶住 我去杀了杨世忠 青贼先秦王 必须先断了魔魁的控制 欲气不杀 你是几人中修为最高的吧 但想对付本将军 还差了火候 陆师兄 开窍境 其 情报有误 完了 居然连修为最高的陆师兄爷 哼 不去 把他们丢进血池 我们难道 就命丧于此了吗 调戏部 刚刚 发生了什么事 我的手 我杀了你 快往宪法第二室 急鱼 这 血盾 什么 血盾都挡不住 快看 魔鬼失去行动能力了 结束了 停止抵抗吧 天呐 白亦凡是怎么做到的 亦凡 可 居然用黄戒剑法 就能将我伤至此吗 嘿嘿嘿 不愧是 圣地弟子啊 不过今天注定是你们的死期 糟了 最后一个魔鬼被解开了 白亦凡 危险 这个杨世忠 居然祭练出了一头开窍进巅峰期的魔鬼 糟了 你们都躲开 这个魔鬼好强啊 我们几个完全不是对手 喂 杨世忠 你醒醒 快让他停下来 死 死盲 是啊 将 将军 走了 魔鬼失控了 快往这边过来了 他现在跟着声音乱打一气 我们先躲起来近身 师兄 我们现在怎么办 撤吧 凭我们几个是斗不过他的 不行 如果不在这里处理掉这魔物 让他冲出去 只会让无辜的人丧命 就在此地解决他 你给我闭嘴 一个人逞什么呢 还是速速离去 想办法把安救兵卫上 谁说亦凡兄弟是一个人了 还有我 刘薇 你这是什么意思 吴师兄 你们先自问 就算出去之后 立马请求圣地支援 援兵最快什么时候能赶过来 这 最快也要一个时辰 而这一个时辰 这嗜血魔物 恐怕会把方圆百里的百姓都屠戮殆尽 我刘薇 虽然武功平平 但也绝不是贪生怕死之辈 我宁可选择与魔道同归于尽 也绝不会以牺牲他人的性命 来换自己苟活一世 说得好 我也加入 何尝魔魁拼了 你们 这简直就是送死 大难当前 驻无人身先士卒 背水一战 何以为国 又何以为家 这个世界就是有明知必死无疑 却依然慷慨复行之人 才会有乱世的终结 不是吗 你们几个 到底谁才是这次任务的领队 噓 别耳呀 错了 卡丑我们来了 跟他拼了 你们别闹 让我来 蠢货 一个洗碎剑 居然打算和开窍镜贴身肉补 真是没救了 你根本生不了他 那你就睁大眼睛看好了 雷剑 谁才是那个真正的蠢货 雷剑 谁才是那个真正的蠢货 我 我 我 这是 神志刚志阳的雷电之力 正好克制血沙之物 能不能给对手伤害 确定的人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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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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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怎么会轻易试人 这血好像不对 白亿凡 怎么了 这几连血石 用的似乎不是人血 而是兽血 可是情报上明明说 杨世忠是个魔头 怎么可能会用兽血 不好 你帮我开了 撤 快离开这里 刘威 小心山洞 起 我 这能量招怎么回事 太及时了 还好 来得不算太晚 你们没事吧 是沐厌的叶小差师姐 这是灵力 碰上开窍境巅峰的血沙魔魁 你们几个能活着 简直就是奇迹啊 等回胜地 我会好好给你们宣传宣传 足够你们卫风很久了 是沐厌小师姐 你刚刚说的我都听到了 一个外门弟子能有此觉悟 难能可贵啊 哼 明明有这么强的法器 还藏着掖着 小人 想不到 世俗之中一个普通的僵局 居然还有罕见的储物法宝 诶 这是他身上最好的东西吧 你倒是眼尖啊 人是你杀的 战力挺自然归你 那便多谢师姐了 储物法宝 在这个意境可谓是一架难求 有了它 回头再去贡献堂上交天才地宝 便有理由解释的通了 可恶 马亦凡 你给我等着 说起来 这个杨世忠也挺惨当 杨家世代忠良 替魏国王室镇守边关 守护百姓 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将军 杨世忠唯一的女儿杨素素 和杨世忠手下的将领相爱 被魏王强行嫁去蚂蚁之地和弃 结果 惨遭蛮人凌辱之死 也许杨世忠是为了复仇 才勾结魔道 向纳明手下将领 进链为魔鬼 向一波往事复传对了 要是咱们的素素还在 我也就不会那么寂寞了 难怪当时 那位杨夫人会那么说 她身上这些伤痕 都是领兵作战的时候留下的吧 江 将 君 所 所 无 不 归 难怪那句魔魁存有一丝人性 原来一切 都是那位将领自己的选择 可悲 人都死了 揣策再多也无用 想来这种人 也根本不值得同情 白来一趟 什么都没捞着 正是晦气 住手 白一帆 你干什么 人都已经死了 没必要再侮辱尸体来泄愤吧 慢着 你打算把尸体带去哪里 带回去 给杨夫人一个交代 尸体你可以带回去 但头我必须割下来带走 否则我们交不了差 我只说一遍 尸体我要完整地交给杨夫人 听明白了吗 白一帆 你有完没完 怎么 不用争了 把这个交上去也一样 这是 虎符 对 这是杨世忠调兵浅将的虎符 对于将军来说 是比命还重要的东西 带回去肯定可以交差 我支持白一帆的做法 好 我听师姐的 该死的白一帆 事前的全部真相 已经告诉杨夫人了 杨夫人她还好吗 杨夫人似乎早已经预料到了这一天 她说丈夫一直以来肩负的太多 如今和女儿地下团聚 倒是能从这因果轮回中解脱了 她打算之后 潜心礼佛为人诵经超度 也希望能帮助世上那些冤魂 能离苦得乐 早度轮回 这样也好 走吧 对了 叶师姐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呀 我本来随将师姐来为国边境 追杀一头魔王 不过 我实力探若帮不上什么忙 师姐就让我来抓些小喽喽 好强的魔器 碰巧路过附近 发现魔器一出 我便一路找到杨夫来了 你实力太弱了 这聪明里都是些什么妖魔鬼怪 叶师姐 你刚刚说的僵师姐 莫非是 不错 正是咱们五行圣地的圣女 五大真传弟子中 有东陵阁之称的江陵阁 圣女 五大真传弟子 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五大清传弟子 是这五行圣地之内 得到五院院长清传的 最杰出的五名弟子 是五行圣地功法的极大成者 他们分别是 东陵阁 南剑玄 西妙音 北飞虎 钟神龙 而传说中的东陵阁江师姐 是五大真传弟子中资质最高 年纪最轻的一位 同时也是五行圣地第一美女 因此被尊称为圣女 哇 我好崇拜她呀 是吗 万万 我说你们几个 想不想亲眼见见圣女的风姿啊 万灵云 万灵云 坚持住 是 不堪一击 你情虾兵卸戒啊 更奈何不了本王 五行圣地是没有人了吗 竟然派出你这个黄毛丫头来打头阵 对付你 绰绰有余 看到了吧 那就是江师姐 咱们进阶太低 远远观望就好 别上去给他们添腕 那就是魔王 可这数十里 都能感受到恐怖的气势 这天高电话我的灭热 今日就是你的死期